为了鼓励彰化县乐林族群 能够进到图书馆感受阅读的趣味 彰化县文化局29日开辟 乐林读书自在阅读专案 即日起至12月31日止 欢迎民众踊跃参加 我们乐林人口能够多参与这样的阅读活动 那一般来讲的乐林是指60岁以上 因为在民国2015年依据内政部统计 我们高龄化已经到达一个高峰 那我们都知道现在五六十岁这些长辈 他其实对我们台湾竞争力 还有我们整个台湾发展都有很大的贡献 那我们希望他们在年长的时候 也更有丰富的心灵生活 那我们化举办这个活动就希望 藉由阅读来提升我们这些长辈 不管是身体或心灵上的能量能够更丰厚 那我们活动非常多 从现在开始就是到50岁以上的这些长辈 到我们文化局办借书证 那只要办一张借书证 然后借10本书以上 我们就送给平安晚 那另外我们除了这样子 这样的活动之外 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到文化局 因为文化局有动态的这些影片的活动 那有一些影片可以让老人家来欣赏 那更希望的就是说 参与这些活动之后 我们另外还有一个读书心得的撰写的部分 那也希望送个礼卷给大家 文化局为了这些乐林人口 我们在一楼的借书处有开辟的一个专区 针对乐林人口的专区 那这些书都是适合我们这些长辈来一起共同阅读的 那当然我们有很多的设备 例如像老化眼镜等等 希望提供给我们长辈一个很舒适的阅读空间 现在比较希望的就是说 把我所读的这些东西 所看的书好的就是介绍给同事 给周遭的人去看 像我太太也是一样 她有时候都会管理上的书 我都就是就提供她一个意见 然后现在就是尽量去满足 所以我必须要多多的去涉及各方面的书 活动内容包括 办证借书及点送好礼 乐林主题书展及我看我写阅读去等 均有好礼好券赠送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请把握机会 欢迎民众借阅读当文化种子 由个人及家庭做起 推动爱阅读活动 让乐林族群由书香中享受自在惬意的生活 公益频道徐世昌 彰化 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采访报导